新的就是说 再来除了要画出来之外 可是你也不能太慢 那你用什么方式最快 其实在那个CAT里面有个所谓的侧点 侧点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重复 比如说你画比例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 他的比例我们可以这样 先画出一个 然后第二个跟他这些什么关系 他的几倍呢 两倍 这个是 三倍 四倍 五倍对不对 那画完之后再旋转就画完了 那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变成比例一次 比例两次 比例三次 比例四次 很花时间 要不然你要重画 画一个圆 画两个圆 画三个圆 然后再踩 那干脆画弧会比较快 弧是半圆 然后呢 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用什么方式 这个画法会比较快 快一点 OK 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个圆先画出来 这个圆的话呢 半径35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先把那个刚刚这个里面 第一个这个弧先画出来 那个弧的部分呢 我讲过了 弧一定是哪个方向呢 逆时针方向 所以起点在哪里呢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因为它是半圆 所以是角度多少 半圆呢 一半 180 所以起点在这里 终点 记得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你不能那个随时针方向 就变化到下面去了 然后18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画弧的方式来做 弧 起点 终点 角度 起点 那起点在哪里 起点是相对于四分点追踪过来 所以你可以先移到四分点上面 然后呢 移到四分点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会出现虚线 告诉他说 我是四分点在往那个右边追踪多少呢 70除以多少 6 就是 诶 四分点过去70除以6这个位置 Enter 好 起点找到 终点就是在哪里 四分点 然后呢 再来 夹角是多少 就请你输入180 有没有 这边输入180 180 Enter 好 那这个画出来对不对 那你想说那下一个怎么做 我们前面是这样 追过来 那你再怎么70除以3 然后一直 也可以啦 不过就很花时间 那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前面有讲过比例 不过比例这个按钮只能做一次 你要换 就是两倍之后 你要三倍 四倍 五倍 你变成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有 交给一个方法 就是用测点 那测点怎么产生 特别是要 一 点一下 就离开了 二 你要的测点 比如说你今天比例 是要从 这边一直往这个方向一直放大的话 那你的测点就是在这里 那怎么产生测点呢 接下来请你点一下 现在是蓝色 对不对 请你先按滑鼠的左键一下 把它变红色 它现在变红色 先点左键一下 再按右键 可能你们这个部分要稍微try一下 点一下 左键 再点一下右键就有个清单了 这个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比例呢 有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按一下比例 点下去之后呢 再来 下面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那你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动作呢 因为我是要先怎么样呢 按照比例复制好几个 两倍三倍四倍五倍 对不对 所以请你先输入c c的话就告诉他说 哦 我要复制 enter一下 再来的话呢 请你给方向 往哪个方向复制 告诉他说 c enter 哦 我要往这个方向复制哦 请你帮我按照比例 给我两倍的 呼出来 所以接下来这个输入什么 输入2 enter 有没有看到 一个出来对不对 那测点的好处是 之前我们用比例做一次 over没有了 可是测点很棒一点 我现在3 3 enter 4 5 enter 做完了 所以测点 是所有的这个指令里面最快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很多很多动作 你不能说你做一次 再去加个指令 做一次再加一个指令 太慢了 你用测点的话 两三下就搞定了 所以测点非常的重要 那测点不是每个都有测 不是每个都在测点里面都会出现 那这里的话有什么旋转也有啦 比例也有 近色旋转都有 主要我们用的是比例的部分 OK 等一下你们可以踹一下 那最后的话呢 再做一下什么旋转 所以你就怎么样呢 把这三这几条这个几个弧有没有 先按一下旋转 然后呢 选一下这几个 先旋转 然后选这几个 然后按空白键 找到中心点就这一条 有吧 然后呢 CEnter C就复制了 然后复制了 180 复制旋转180Enter 做完了 所以在复杂的图形用测点就很快 我想这部分呢 各位试试看 尤其是测点的 这个地方先点一下 左键 右键 你把它当成一个 这个顺序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测点